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你不是说要去齐家把嫁妆拿出来吗 这事儿当然要我出面 你不去我都会拖着你去的 可是其他人也愿意吗 毕竟这只是我的家事 华如意拍了他脑袋一下 在外你代表的就是我们画家 成婚那道旨意的原意你忘了 现在你受了欺负 就等于是武林被欺负了 他们哪会善罢敢救 不拔剑相像已经是给面子了 原来他的齐家的问题已经扩大至武林和朝廷的问题了 华如出皱眉 如果他们气势汹汹的去太原 他这一年多的努力就白费了 哥 这是我们不能闹 光明正大的将我的东西拿出来就行了 行了 你哥不是什么都不懂 华如意看着过分懂事的妹妹 又心疼又气愤 要不是齐佑对如初确实不错 他都无法说服自己忍下这口气 我和大家说过了 我们只将东西拿走 只要齐家不主动挑衅 他们就不会做什么的 齐家那么多人 总难免会有嘴碎的 话如初想到齐二夫人 不由得头疼 哥 不要让我们的功劳打折扣 别忘了 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少 岂是挑人命 别让他们死得不值 可你是我妹妹 沉默片刻后 话如意如是道 我不能明知你受了欺负 却什么都不做 我们是立了大功 可是皇家也不见得就会记住 就和上次一样 那次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 可是他们有什么表示了吗 那些人的家小 到现在都还是爹在养着 谁知道这次会如何 这些说不准的东西 哪能和你比 皇家防着武林 武林不信任皇家 这样的关系 一旦有人从中挑拨 便是一场灾难 他当时就是看穿这点 才会同意联姻 他想尽他所能的缓和矛盾 也真的恰逢其事地做了些事 让矛盾不再那么尖锐 可是问题仍在 现在的皇帝他不抱希望 他只希望成了武林大秦的文娱单上位后能有所改变 可问题是 现在在位的仍然是老皇帝 老皇帝还是护着齐家的 如果他们做得过了 皇帝必定心声不满 到时得不偿失 哥 那口气我忍得下 而且 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 齐家也必定丢进脸面 再说 齐游是齐家的支柱 他脱离齐家便是对齐家最大的打击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我们慢慢来 你就是想的太多 顾忌太多 哪有成亲前的肆无忌惮 以前是担心你太过肆无忌惮 现在倒是希望你放开一些 华如一叹息 唉 放心吧 我会和其他人说的 华如出苦笑 他也想肆无忌惮啊 可是左边要顾忌齐游的立场 右边要顾忌武林和朝廷的不对付 他哪儿还肆无忌惮的起来 齐游要是真的无情到 翻脸就不认人 那样的男人 他未必敢要 可他要是一再对齐家伤心 他心里又必定不舒服 人啊 就是矛盾 这世上 他还不能多说什么 说多了 无情的人变成了他 到时伤的还是他们夫妻间的感情 只能看齐游有多坚定了 时间一晃 又过去了二十天 来接替太子守卫的将士终于到了 因为古湖国的虎视眈眈 这次派到玉门关的士兵有十万之众 先后分三批到达 最先到的是四万人 新任守将孙元经历了太原发生的事 对太子的不可动摇再清楚不过 言行举止间显得格外的尊重 文宇丹不动声色地看了两天 心里才彻底安定下来 虽说是班师回朝 但是太子带来的五万人 回去时不足万人 甚至文宇丹也觉得心头难受 要是太原及时派兵增援 又怎会在玉门关破时 付出那么多将士的性命 人少的唯一好处就是返程的速度快了许多 进入冀州地界后 赶来拜访的各路官员更加多了起来 太子再想赶紧回去 也不得不耐着性子应付 眼看着前面一时半会还走不了 梁石涛打马走到齐佑身边道 嫂夫人怎能没和你一起走 她不想太引人瞩目 想起返程前一日如初的话 齐佑脸上有了表情 到底如初还是在为她着想 哪怕她说了她不在乎 梁石涛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她 元吉 我认识你小半辈子了 这还是头一次看到你笑 你居然会笑 齐佑当没听到她的话 眼神落在虚处 想如初这会儿到哪了 被惦记的话如初 这会儿刚好到了太原城外不远处 勒住马 抬头远远看着这在她眼中一点不够的城墙 心情复杂 从成亲那刻起 她就觉得走进太原就是走进了一个牢笼里 她时时刻刻想的都是要如何挣脱 困住她的不是这个地方 而是这世间对女人的束缚 她可以在有幸的范围内自由地活着 却不能去和这个世道对抗 她活了两世 比别人多出来的 也不过是开阔了的眼界 这让她没法彻底成为这个世界的女子 可以没法再活成上辈子那般 所以她一再挣扎 慢慢调适 于是有了现在的她 她努力让自己荣誉这个世界 却活得像自己 妹子啊 走得不走了 话如意打马上前 随着她的视线看去 就是一道城墙嘛 嗯 走了 齐南 你拿姑爷给她凭证去交涉 是 城门前的队伍一如既往地排的牢长 另一边却只有少少的几辆马车 齐南拿着凭证上前 扫了几人一眼 镜子交到围首的那人手里 道 我家小姐要入城 你家小姐是 边问 那人边低头 看向凭证 待看到后面落款时 身体瞬间挺直了 是齐少夫人 这一声喊 不止几辆马车内的人 纷纷打起了帘子 就连那边排着长队的人 也有了骚动 四处打望着 找疑似齐少夫人的人 他们也想看看 敢去战场上救夫的女人 是什么样子 齐南本就是个心思灵巧的 看到大家的反应 心底便有了计较 是 我家小姐随后就到 因人数较多 又都是骑马 请各位行个方便 打开中间城门 方便 方便 开城门 左右两边的城门 都是分大小两道 大的并不常开 出入一般都是 金油小的那道 几辆马车 马上进了城 但是都停住不动 打起帘子等着 远远的看着 中间城门开了 一直慢悠悠走着的话如初 才夹了下马腹 加快速度进城 一开始 她并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注视 女人骑马 在街上飞奔 会引来怎样的后果 她心里清楚 也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面对这一切 她就是要这么风光的回来 要让其家 再无法拿着那套规矩礼法 来束缚她 逼她回去 其家老太爷 容不下不听话的孙媳妇 她要的就是她的容不下 对上守城士兵的注视 话如初 微微点头 他们眼神中的善意 让她无法延误 直到 吉少夫人 你是我们的女英雄 话如初 差点从马背上摔下去 忙勒紧了缰绳 朝着刚才说话的方向看去 一个头扎花筋的小姑娘 提着个篮子 激动得脸色超红 两人视线一对上 那小姑娘也不排队了 做了她这辈子 最胆大的事 不顾人的劝阻 冲过中间的空旷地 小跑到话如初身边 将整个篮子 往马背上一放 脸红红的说了句 吉少夫人 您正给我们女人长脸 我们都佩服您 就撒着脚丫子 跑了 话如初 眼睁睁的看着 她的一系列动作 弯下腰 想捞人都没捞着 哈哈哈哈 妹子 你都有崇拜者了 话如一等人 忍无可忍 大笑出声 话如初一时 不知道是该高兴好 还是该发愁好 将篮子上 遮着的布拿开 看了看 里面是一个个 擦得干干净净的鸡蛋 那小姑娘 怕是入城卖鸡蛋的吧 就这么将东西给了她 她回去可怎么和家里人交代 云书 你打发个人去智商小姑娘 给她点银子 就说 我很高兴 谢谢她的喜欢 以后她的东西可以卖到我们别院来 是 碧子这就派人去 小姐 您快进城吧 话如初点头 也不将篮子递给别人 就那么放在马背上 一手紧着缰绳 一手压着篮子 打马 继继续前行 心情 很好 不管别人如何看 至少 还是有人说她做得好不是 停在路边的其中一辆马车 目送着他们走远 笑得 很有些意味深长 如果话如初刚才留意 定会大惊 华老头怎么来了 华老头 在月县养老 早先就想过来 可太原形势不明 华家几兄弟 哪敢让她前来 在家的华家老二 被老爷子打了好几拐棍 都硬是没敢让她成行 前不久 皇上回归 太原情况迅速控制住了后 华家老大才同意 爹 您刚才怎么不叫住他 华家老二话鹏问 叫住他做什么 这时候是认亲的好时候吗 华老头瞪了儿子一眼 这儿子幸好留在家里了 要是走仕途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主 华鹏笑 儿子看他对您挺好的 不过是凭水相逢 他对您可孝顺的姐 什么亲戚东西都给您送一份来 还都比大哥送回来的好 要不是看他是个好姑娘 他会将老伴留下来的东西送他吗 华老头已懒得再和这笨儿子说这些 总归他也是知道 人家是真心对他老头子好的 记得这点就够了 人啊 就是得多给自己留条路 有备无患总没错 那丫头也确实是和他们家有缘 以后能常来常往的走动也是好的 他虽说一直高看他几眼 可当大儿子写信回来 将他的事告诉他后 他才知道 他还是小看他了 他比大多数武林中人都有脑子 但是骨子里却又有着狭气情谊 画家教养得好 那齐老头真不知道珍惜 要是他家能有个这样的姑娘进门 他敢马上将画家交给他打理 那老头有的后悔的时候 越老越糊涂 话如初完全不知道自己和谁擦肩而过 直接打马奔向别院 将所有意义不明的视线甩在身后 他需要知道太原这边发生了什么事 就算他的事有人知道了 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反应才对 马百算着日子 知道小姐应该快回来了 早安排了人在城门口守着 得到消息后 立马亲自带着所有人迎了出来 听到嘚嘚的马蹄声 马百心中激动满屏 无人知晓 当时他有多想随着众人一起前去 可他更知道 太原这边需要人主持 他要将小姐的后方守好 要让小姐最快知道太原的情况 一日日按捺着 终于将人等回来了 他如何能不激动 亲自上前抓住马江 马百一眼扫过 看小姐精神气色都不错后 心瞬间就安定了 皱了许久的眉 终于散了下来 脸上阴霾散尽 笑容缓缓展开 小姐 你回来了 话如初 上上下下打量他 马百 你怎么说这么多 想到什么 面色一变 是不是 谁发生了什么事 小姐 没有 你放心 你镜头很好 马百将他手里的篮子 接过来 也没管是什么 继续安抚他 小姐 我们先进去吧 饭菜都准备好了 大家先好好吃剩一顿再说 嗯 也好 话如初回头道 哥 其他事不急 先歇过气来吧 行 先缓缓 兄弟们 马饼就在这有人管 我们先去吃饭 这一路折腾的 我都能吞下一头牛了 得了嘛 就你那样子 还一头牛 也只老鼠差不多 滚 你才吃老鼠的 哈哈 看众人嘻嘻哈哈进了门 话如初示意云书 也带着大家进去 自己和马百走在最后 他实在是有话想问 马百 太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是和我有关的 还在城外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你手里那一篮子鸡蛋 就是个小姑娘送的 马百低头 看了眼篮子 觉得不可思议 又觉得好笑 忙将原委说了出来 皇上回来后 在朝堂上便放了话 大概意思 就是太子的地位 从来就不可动摇 齐家马上大热 上赶着去教好的人 从早到晚不听些 没您的命令 我们自然什么都没做 后来没多久 就有人将之前祈福 对姑爷生死未卜的末世 以及将您赶出祈福的事 翻了出来 虽说没有夸大事实 但是正巧 您那一阵名声大得很 您又占理 就有了许多人对齐家不满 说他们什么都没做 对功臣一点不着急 还有什么脸去享受 他们带来的好处 还有更难听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些事 让大家心里有了想法 后来慢慢的 去金进其辅的人就少了 反倒是您和姑爷的感情 被人传承了好多个版本 各个版本都是感人至极的 我说个给您听听 画如初伸出手 衣袖稍微往上拉起一点 指着手腕臭给他看 指着手腕臭给他看 你没说 我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你要说了 我还有活路吗 诶 是谁又将原来的事掀起来了 有何居心 你查了吗 我自然是要查的 不过最后还是没查 太子妃怕沉默默来了一趟 明着告诉我 那是她叫人做的 我不必去查 她就是想给您出口气 其家欺人太甚 这可真是 画如初倾笑 她就说 太子妃撇了威严的外衣 骨子里就是个爱憎分明的人 本章